欢迎收听大安纪实 我是吕鹏 咱们最近好像说了不少关于兰州的案子 那咱凑个热闹吧 接着来吧 今天咱们来讲一起 发生在兰州的系列杀人案 2005年11月15号下午5点多钟 有一个穿着很朴素的老人 就来到了兰州市公安局 安宁公安分局刑侦大队 住十里店派出所里边报案去了 什么事呢 据这个老人说呀 他有一儿子叫于东 他给儿子汇了一万块钱之后 儿子就不见了 在这之后怎么也联系不上 去单位找吧 人单位也没见着人 他怕儿子遇到坏人了 让民警呢 给查一下 安宁分局刑侦大队 调查之后决定立案侦查 可是一直没有查出来个眉目 一直到了两个多月之后 06年正月初三 这于东啊 终于出现了 不过此时的于东 早就变成了一具尸体 就在黄河对岸 西顾一个偏僻的消防警里边 西顾公安分局立刻将这个命案立案侦查 他们呢 这时候又接到了一个中年妇女的报案 这个中年妇女呢 姓陈 据这陈大姐说呀 她丈夫刘成 大半夜出门之后 再也没回来 让警察帮着找一下 陈大姐呢 跑完分局又跑市局 后来拿着材料 直接跑到了甘肃省公安厅 找到刑侦总队 一半算是报案 一半算是上访 陈大姐跑到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时候 正好碰上了于东的父亲 这老于也抱着一大落材料 在这上访了 目的就是催促警方加快办案速度 弄清楚我那儿子到底上哪去了 省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姓孟 孟队呢接待了这两个上访的人员 他呀并没有把这两起看似 毫不相关的案件截然分开 而是联系到了一起 立刻做出批示 让兰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对这两起案件 特别是近期全市失踪人口 做一个联合调查 并且还交代了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之下 可以并按侦查 批示呢 很快就下达到了兰州市公安局 主管刑侦工作的领导手里边 那么领导呢 又立刻指派刑侦支队的支队长 副支队长 中安大队的大队长等人 会同省市联合调查组 赶往西固分局 就于东被害案和刘成失踪案 来进行调研 负责这两起案件的侦办民警啊 包括相关的主管领导 大伙呢 其实不陌生 咱们在另外一个专辑里边 最近讲的那不一样的凶手啊 也是这几个优秀的民警 把这案子破获的 在他们还没来到西固分局之前 西固分局呢 已经对刘成失踪案展开了调查 西固分局啊 对刘成失踪案很重视 因为那个安宁失踪 抛尸西固的于东被害案 在他们手里面没有办法突破 而刘成失踪前后留下的一些线索呀 与于东遇害案有相似之处 他们呢也希望从这个失踪案里边 能够推导出来 这于东被害案的一些重点情况 刘成失踪前 接到过一个电话 并且还涉及到一张银行卡 于是啊 侦察员们呢 派出了两个工作小组 同时对电话和银行卡进行调查 民警查着了一部神舟型的电话 这部电话是五月二十号开通的 六月九号就停止使用 这个电话呀 其实一共也没多少通话记录 有两个电话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一个是失踪的刘成 另一个人呢 叫丁宝 这刘成现在不知道去哪了 所以呀 接下来就是来找找这个丁宝 把电话给丁宝一打过去 嘿 还真接了 民警们高兴的呀 马上就开车找到了这个丁宝 丁宝呢 三十来岁 在企业里边啊 从事保卫工作 多少算是和公安工作 大点边 见急匆匆的来了一群警察 知道肯定是有事 心底下呢 就开始琢磨着 哎呦 我最近犯事了吗 啊 我干什么事情了 知道让公安机关 这么大动干戈的找我来吗 想了想 我也没干坏事啊 于是也就很坦然的 接待了刑警的询问 后来一听 感情是问六月份和一个手机号码通话的事 这手机号码 我看看是谁的啊 哎 这一查可不得了 哎呦 难道小月出事了 那这小月到底是谁呢 丁宝也说实话了 我们呢 还谈不上真正的交往 就前几天呢 我跟他见了一回面 小月三十来岁 跟我年纪差不多 网上聊天的时候认识的 只知道他的网名叫小月 聊得高兴了 就想见见面 我是单身 反正也高不成地不就的 也拖到现在了 到这年纪了 也玩腻了 我想找个女人 成家立业过日子了 没事呢 我就泡在网上 就指望着有朝一日啊 能遇上个红颜知己 我跟小月聊得特别投机 我觉得这个女人 生活阅历丰富 善解人意 跟我自己的择偶标准 也都吻合 我就想跟他交往交往 我们互相看过视频 对对方的长相 也都挺满意的 就打电话 约定见面 地点是七里河的 小溪湖公园 那天下午呢 我们准时在小溪湖公园 就见面了 见面的时候 我还是称呼他小月 在公园的一个茶座上 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呢 谈的也挺开心的 并且约定 以后有时间再约 之后呢 我就把他送上了一辆公交车 他往东 我往西 你就分开了 那麻烦你 把这个小月的长相 一着打扮 描述一下 他个子挺高的 一米六八到一米七之间吧 五官挺周正的 长得 用我们那话说 长得挺大气的 是那种人们常说的 耐看的女人 留长头发 没烫 但是染色了 染了其中的一部分 是那种特别顺眼的亚麻色 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 质地看上去 也就是中档衣服吧 清清爽爽的 反正看着 让人感觉挺舒服的 那以你的经验 能听出来 他是哪个地方的口音吗 说的是普通话 我少带点东北口音 那你再仔细想想 他还有什么特征吗 长相上的 或者说口音上的 第一回见面 我们坐着喝茶聊天 兴致挺高的 我也不能 瞅着人死定 你们说呢 那样也不礼貌 反正 小月在笑的时候 会露出一个尖尖的虎牙 不知道算不算 他一个特色 毕竟我们也就是 一面之交 都客客气气的 也放不开 也没谈到什么 实质性的问题 好的 麻烦你啊 再仔细想想 想起来 随时联系我们 告诉我们 估计我们之后 还会打扰你的 民警临走之前 丁宝啊 犹犹豫豫豫的 问了一句 不知道 我能不能打听一下 这个小月 遇上什么麻烦事了 我们能告诉你的呀 是我们也才刚刚开始调查 还没有一个眉目 你是我们调查到的第一个对象 现在下结论 为时过早 丁宝啊 这时候在心里边也祈祷 老天爷保佑啊 但愿小月别遇上什么大事情了 别看俩人就见了那一面 丁宝啊 还真是喜欢他 其实丁宝哪知道啊 他喜欢的这个小月啊 竟然是一个黑恶团伙的骨干分子 小月接触他的目的 就是要他的性命 结他的钱财 可最终啊 丁宝逃过一劫 为什么呢 因为丁宝这人呢 踏实 朴实 很正直 如果说 他在和小月约会的时候 有什么轻浮的言辞 有什么流氓的举动 那么 他一定是身家性命不保 也正因为如此 丁宝就成了此案 唯一见过犯罪嫌疑人的目击证人 为了捣毁这个犯罪团伙 也提供了最关键的突破点 当然了 这都是后话 咱们再来说另一个侦查组 他们呢 去查陈女士提供的那个银行卡的卡号 经过调查发现呢 6月9号早上9点 银行一上班 有一男一女 拿着这张卡 在工人文化工 以及南关十字工商银行的营业点 从柜台上分别取走了一万两千块钱 民警呢 又提取了取款人留在银行的取款单 这取款单呢 是那个女涉案人写的 留下的姓名啊 是刘成的妻子陈大姐的名字 通过调取银行的录像资料显示 男的呢 长得高高壮壮的 女的呢 也挺高挑 至于脸上长什么模样 看不清楚 都做过伪装了 这张银行卡呀 还在当天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被人在白银铜城商杀 自动取款机上 取走了剩下的三千五百块钱 根据银行的录像资料显示 依然是这一对男女 随后民警又调取了 于东遇害案所涉及到的银行录像资料 发现刘成失踪案出现的 这个高高壮壮的男人 和于东遇害案出现的 那个高高壮壮的中年男人 是一个人 西顾分局的刑警 根据这个线索 派人就去到了白银 在白银警方的配合之下 进一步展开调查 指望有所突破 西顾刑警啊 就在兰州白银两个地方 来回奔波着 在做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工作之后 始终是没有突破 在这个基础之上 由省公安厅牵头 决定将这两起案件 一并移交到兰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并且指定由刑侦一大队来主要侦破此案 一大队接过这起案件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梳理 对细节对疑难点进行细致的分析 最终决定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 并且将这个决定上报甘肃省公安厅 甘肃省公安厅的领导啊 第一时间就同意了并案侦查的请求 并且将这起系列案件定名为609大案 刑侦一大队有一个副大队长 叫张金刚 这个人我们之前在别的案子里面 也提到过啊 张队破案 那是一把好手 分析来分析去 他认为要想着侦破此案 最重要的人物还是丁宝 所以啊 他算是盯上丁宝了 三番五次有事没事的 就去找丁宝聊聊 每一次去之前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后来给人丁宝啊 都给说烦了啊 丁宝呢 也知道张队是放不过自己了 于是就跟张队说了 张队 你就说吧 你说啥就是啥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不榨干我最后一滴油 你是不会放过我的张队 哎 这才对吗 知我者 老丁也 嘛 就在这一来一往的过程之中 这警民之间的隔阂 也就算是彻底消除了 张队和丁宝 也就成了可以随时拨打电话 甚至有事没事 问候几句的朋友了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 丁宝呢 要去北京学习 过去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打长途电话啊 基本上没有漫游费了 是吧 但是过去漫游费很贵 甭管是打还是接 这都是华销不菲 丁宝呢 也心疼 你说带着手机 去趟北京 没事来几个电话 我这一接 钱就没了 工作白干了 所以啊 有时候呢 就会把电话 办个暂时停机 或者直接关机 可张队 总是得问他案情啊 没事呢 只要给他打电话之前 就先到邮局 自掏腰包 先把丁宝的电话费 交足了再说 这丁宝啊 是越来越感动 所以呢 也是好好的配合 经过一次次的描述 那个小月的形象 在张队脑海之中 也越来越清晰起来 个子高挑 长发飘飘啊 平时打扮的挺精心的 五官呢 长得也挺端正的 挺漂亮 眉眼之中啊 还有着那么三分的妩媚 这一天聊着聊着 丁宝突然想起 什么事儿来 哎 张队 对了 我想起来了 那天哪 那个跟我在西湖公园 见面的女人 拿的是一部联想牌的手机 那种牌子的手机型号 跟我单位的一位同事 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突然的消息 让张队这个兴奋呢 赶紧的就查联想牌 同型号的手机 根据前期调查掌握的情况 进行分析 他们呢 就把调查手机的主要区域 圈定在了兰州和白银这一带 为什么这么想呢 因为买手机的机主啊 大部分都会考虑到售后问题 原来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大伙直接在官网 在各个电商都能买 四处都有维修店 全国联保很方便 过去不行 过去啊 大伙没有网购习惯 还是喜欢去一些专卖店去买去 很少啊 说会在远离居住地的地方 买这么大额的消费品 当然这是大部分情况也有例外 不过调查嘛 你得先调查常规情况 你再调查例外情况 在兰州查来查去啊 没有什么结果 张队呢 又把目光放到了白银 张队带着一点点的希望啊 为什么是一点点的 确实也不抱有多大的幻想 反正就先来到白银 有没有突破 反正查查看呗 先跟白银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三大队的副大队长 取得了联系 他们都是老朋友了 见面之后啊 非常的热情 听了张队的介绍之后 他们也说了 放心吧 老张 绝对是全力的配合你 随后呢 他们就来到了白银市 最大的手机批发销售市场 果然在这儿 找到了联想手机的批发销售 维修专卖店 专卖店呢 门脸特别大 一看就是大公司啊 有钱有势的 接待他们的经理是个外地人 一看三位警官是来查案的 他呢 一百个不愿意 哎呀 你们说的那种型号的手机啊 我们早就撤出柜台了 我这儿的促销小姐 也是三天一走 两天一换的 干时间最长的 也就是两三个月 我是愿意帮你们的忙 但是 我确实是一点忙也帮不上 还请诸位警官多多原谅 那意思啊 其实再明白不过了 你们到我这儿来 是白走一趟 你们也甭磨蹭了 还是赶紧走人吧 张队他们从兰州来到白银 又专门找两个当地的同行来助阵 为的就是找到这个手机的线索 抱着这么大的期望值 你一两句话把我打发走了 那还行啊 人走了 那顾客留下的单据凭证 不会带走吧 应该还在你这儿留着吧 哎呀 那也不一定啊 一般的保修卡呀 我这儿只保留三个月 根据情况 要么上交兰州的分公司 要么就地销毁 那有没有第三种情况呢 那就说不上了 经理一看这几个警察 还真不是三句两句就能打发走的 于是就指着柜台说 警官先生 那就进来说话吧 你们需要啥 自己直接找就是了 张队他们一进去 可是不客气了 一个个的把那些单据啊 全都找过来对了一遍 随后就又满屋子的找下一个目标 还有没有更早一些的单据 比如说去年的 前年的 哎呀 警官啊 这不大可能啊 如果有 也就是零散的几张 匆匆忙忙之中漏爆的 在哪呢 赶快找回来 这时候这经理啊 从柜子那顶上 搬下来一个大纸箱子 就在这里边呢 能不能找出你们需要的 就看你们运气怎么样了 一看这箱子呀 确实是有些日子了 上面全是灰 三个人对着这一箱子单据 就在那仔细的翻找了起来 找来找去 终于找出来一个单据 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啊 一看这单据上边留下的字迹 跟这个嫌疑人在银行取款单上的签名的字迹 能够相互吻合 张队一看这字迹 强压住自己的激动 反复的核对那一笔一会儿 之前银行取款单上的签名字迹早就刻在脑海里了 不过你光是记得不行啊 你得切切实实的比对 张队赶紧从公文包里拿出来那个取款单的复印件 一笔一画的在这对了一遍 这才确定没有问题 在这张保修单上 用手写着基础谭力宏的名字 写的是谭力宏女性白银世人购机时间2005年10月份 而这个时间正是兰州安宁于东失踪后的不久 在保修单上还留着谭力宏的身份证号码和手机号码 张队他们这跟得着宝贝似的 赶紧返回了白银市公安局 立刻上网查询重大嫌疑人谭力宏 把名字输入进去很快就出来结果了 谭力宏女1970年出生 现年36岁 家住白银市白银区有异路 并且上面还有这个人的照片 张队仔细的盯住这张照片 有一点一点的回忆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 又回忆丁宝对他一点一滴的描述 最终张队如释重负的叹了一口气说 就是他了 就是他了 一边念叨着一边转过头来 跟白银刑警队的队长段队说 段队这个女人你认识不 老张啊 你别说 这个女人我还真认识 这一问 这段队再一看照片 还真是来了兴趣了 我想想啊 我想起来了 这个女人我不仅认识 而且被我们抓过 兰州的一起案子 罪名你可能想都想不到 是袭警罪 仔细说说 是怎么回事啊 那还是你们兰州的一起案子呢 差不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情吧 这个谭丽红跟他的男朋友 因为一起伤害案件 被带到兰州市城关分局 团结新村询问 俩人趁警察一个阴事外出 一个防范不备的时候 用放在墙角锻炼身体的哑铃 突然袭击了那个警员 差点把那个同志打死 然后趁着夜色 就逃之夭夭了 是吗 袭警可是大案子啊 就让他们白打了 跑了就没事了 哪能啊 城关分局啊 专门立了专案 试破此案 抓到这一对袭警的贼男女 为受伤的警察雪耻 兰州的警察呢 就满世界的追捕 这两个胆大妄为的家伙 谭丽红是白银人 我们自然少不了 协助追捕的工作 半年之后啊 觉得风声已经过去了 谭丽红 悄悄的回到白银 马上被我们发现 我带人扑了过去 抓了一个政筹 俩人这才落网 法院很快判了下来 他男朋友 因为伤害罪 袭警罪 恕罪并罚 被判处无期徒刑 谭丽红 则因为包庇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从监狱出来之后 这个谭丽红生活也不如意 他很少回白银 大部分时间 在兰州混日子 据说摆过摊 做过推销员 服务员 都时间不长 没有固定的家事 喜欢打牌 喜欢在棋牌室里边私混 后来听说 那个男朋友啊 提前被放出来了 就找上门去 可俩人没过多长时间 实在受不了折磨的谭丽红 就离开男朋友了 可以说 她是感情受过严重伤害的女人 段队 你对这女人挖得挺透呀 是不是还真有些其他的想法啊 行了 人呐 对自己经历过的事 接触过的人 总有一些本能的关注和好奇 想一想 你们在自觉不自觉之间 是不是也这样啊 我为什么对她印象尤为深刻 说起来呢 也还真是凑巧 这个谭丽红的姐姐 跟我一个常见面的亲戚很熟 见面的时候呢 就会聊起这事 有关这个女人的事情 就在我这日积月累下来 得了 这成了今天 我送给老张你的一盘好菜了 行了 段队 感谢的话呢 我不多说 这个谭丽红 对我们有多重要 你跟我们一样清楚 既然你跟这个女人 有这么一段交往 那我们呢 就赖在你这了 请你给我们好好的挖掘挖掘 从你那个亲戚那打听打听 看这个女人 现在在哪 最近都干了些什么 嗨 这点小事 不是举手之劳吗 于是 段队呢 就打电话给他的那个亲戚 打听谭丽红 最近的动向 段队打电话的时候 电话机 就按了免提键 两个人的通话 屋里的人们呢 听的是一清二楚 谭丽红 目前还在兰州 所用的手机号 也依然是留在手机保修单上的那个 张队啊 这是满怀信心 告别白银的战友兄弟嘛 赶紧就回到兰州 立刻向专案组报告了白银的突破情况 此时是2006年的8月15号 虽然有了谭丽红的具体的信息 但是专案组并没有急于抓捕 他们呢 不想打草惊蛇 而是要先查清谭丽红相关的社会关系 最终认为谭丽红他们这个犯罪团伙 应该是由三到四个人组成 除了谭丽红之外 其他的应该都是男性 三四个人的犯罪团伙 人数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可是让专案组没想到的是 在这之后 他们所面临的抓捕行动 竟然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生死较量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 专案组啊 以谭丽红为核心点 仔细的摸牌走访 调查他的社会关系 这项工作呢 是在非常隐蔽的状态之下进行的 所以谭丽红和他的同伙 都没有受到一丁点的惊动 专案组的人员就分析 这个犯罪团伙呢 应该是由三到四个人组成 其中两到三个人是男性 团伙成员手段残忍 十有八九 有过犯罪的经历 并且呢 他们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所以其中的首恶分子领头的 一定遭受过公安机关的打击 团伙成员之间关系密切 应该是亲戚关系 朋友关系 或者是育友的关系 他们的作案目的啊 无非就是为了钱财 所以在社会上 应该是属于低收入 并且应该是没有固定职业的 闲散人员 年龄呢 应该岁数都差不多 都在三四十岁之间 在兰州应该有住处 并且十有八九 是在外边租房子住 并且租下来的房子 很有可能 就是他们团伙聚集 和实施犯罪的场所 在各种配合之下吧 专案组呢 最终把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 圈定在了兰州市七里河区 兰州机床厂家属区的 一套楼房里边 但是并没有详细的掌握 具体的楼层和房间 8月21号 专案组啊 有了一个重大的收获 这一天呢 确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 这个犯罪嫌疑人 叫张仁虎 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疑问 讲案子的时候啊 往往到这些关键的部分啊 一句话就带过了 到底是怎么锁定他们的呀 因为很多案件在侦破过程之中 涉及到一些机密 并且呢 会涉及到一些县人的信息 所以啊 往往公安机关在公布案情的时候 会把这些信息给引去 咱们呀 也就不管了 反正就查出来这个张仁虎了 各种迹象表明 张仁虎在这个犯罪团伙里边 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虽然8月21号就确定了张仁虎 但是啊 还要在他身上啊 继续深入的调查 所以呢 暂时不打草惊蛇 一直到了8月25号 专案组的领导这才拍板决定 秘密抓捕张仁虎 8月25号 中午一点左右 这张仁虎啊 刚一出现在追捕圈之中 就被几名刑警紧紧的盯住了 这张仁虎呢 长得是又黑又壮啊 他穿着一件褐色的夹克衫 脸上啊 一脸的横肉 还戴着一副特别大个的墨镜 刑警盯住他的时候 这张仁虎正在东张西望的 不知道在看着什么 明显感觉出来内心惶恐不安 好像是在躲避着什么 张仁虎从七里河区小溪湖 摇摇晃晃的就走到了兰州军区总院门口 接着又走一步看两步的来到了建兰路市场 进了市场中间的一个电话聊吧里边 打了几个电话 出来又看了一会儿 穿过西津西路走向了公交站台 紧接着就窜上了一辆116路公交车 紧随其后的刑警啊 也跟着跳到车上 这时候警察断定 这个家伙疑神疑鬼 甭管玩什么花招 但是众目睽睽的大街之上 一个人是玩不出来什么狠招的 甭管他跑多远 跑到哪去 他呀 总归是得回到落脚点 跟着张仁虎上公交车的 只有一名民警 剩下的民警呢 都在下边啊 紧盯着这个张仁虎的行走路线 张仁虎啊 坐着公交车 一直呢 坐到城关区就下了车 又搭乘一辆公交车 回到了七里河 他到西站的时候 又下了车了 回到了这才离开不久的建兰路市场 进了这家市场啊 是建商店就近 每一回进的时候 都得回头望一下 看有没有被跟踪 他的直觉是对的 确实是让民警盯上了 但是他又没有发现民警的踪影 在市场的一个拐角那呢 有一小杂货铺 窗台上放着一个电话机 张仁虎啊 就走了过去 拿起了话筒 就在低头拨号码的 一瞬间就感觉眼前这么一黑 整个脑袋就被什么东西给扣住了 紧接着手腕上就被死死的扣住了 是一动不能动 在这之后 被人架起来就塞进了车里 这时候张仁虎脑子是一片空白呀 等头上那块黑布撤下来的时候 已经到了兰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一大队的讯问室里边了 这张仁虎呢 面对审讯民警是什么也不说 就只是冷冷的说了一句 你们没有给我机会 张仁虎 我看你是张军的故事 看的次数多了吧 咱们之前呢 也说过张军案 张军在重庆落网的时候 也是说了这么一句 你们没给我机会呀 李队呢 说完这句话之后 一转身就出了房门 随后带着几名专案组的成员 坐进两辆挂着地方牌照的面包车 就向七里和开了过去 他们呢 又来到了七里和机床厂附近 李队啊 在电话里边就询问女队员赵玉萍 小赵 那房间里边 有什么动静没有啊 没有 房门从早上到现在都关着呢 李队看了看表 已经过了六点半了 这个时候啊 正是人们下班回家的时间 家家在那炒菜做饭 总算工作了一天了 能在家里面呢 享受片刻的安宁 突击行动 一定要注意保密 把握最好时机 毕竟物理情况不明 犯罪嫌疑人手里可能有武器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要避免正面乘突 以免造成伤亡 这不仅是我的意思 也是专案指挥 胡局的意思 明白了吗 说白了 这就是只能智取 不许强攻 天一擦黑呀 李队他们 立刻就开始行动 天一黑下来 那个房间楼下的那一层 灯就亮了 原来楼下一家人呢 正在搬家呢 搬运工人是台上台下的 在楼道里面 搬运工人呢 上下楼梯的时候 声音很嘈杂 还挺乱 这时候两个穿着 搬运公司服装的工人 就敲响了那扇 警关着的门 咚咚咚 可是敲半天 始终没有回应 门口的这两个穿着工作服的人呢 也有耐心 悄悄停停 终于屋里有人回应了 谁呀 有什么事啊 这是个女人的声音 打扰了 我们是楼下搬家的 楼上有水漏下来 我们上来看看 是不是从你家漏下去的 不会吧 我们又没大量用水啊 我们看一眼就走 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 那门呢 就打开了一条缝 紧跟着 就有人伸出一条腿 别住了这房门 这时候啊 一条枪 已经就顶住了那个女人 拿枪的不是别人 正是刑侦医大队的副大队长 刘桑杰刘队 开门的那女人也不是别人 正是谭丽红 谭丽红这时候 吓得是目瞪口呆 被推到墙上 把胳膊一反转 咔嚓一声 就给他铐上了手铐 紧跟着 李宾李队 还有其他的几名刑警 也都跟着进去了 李屋呢 有两个年轻的男的 被扑倒在地上 这是靠了一个结结实实 啪的一声 把房门就又关上了 立刻就地审查 李队啊 直接就问谭丽红 人呐 其他人呐 里头的那两个 一个是小王 王立波 我的男朋友 另一个叫吕振宇 再就是小虎 小虎他哥 老刘 还有我 六个人 怎么着 六个人 李队当时也吃了一惊 六个人可是比估计的人数要多呀 啊 你叫什么名字 谭丽红 小虎是谁呀 张仁虎 小虎他哥叫什么名字 张仁猛 张仁猛在哪呢 在外边开出租 不知道在哪开着呢 啥时候能回来呀 小虎他哥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和我们见过面了 这他从来没来过 也不知道我们住在这 为什么呀 他跟我们这些人呢 全脑崩了 谁知道张仁猛的情况呢 应该是小虎吧 他们是哥俩 老刘是谁呀 老刘叫刘东英 没跟我们住 好像是住在南宫平什么地方 小虎应该知道 这边进行着审讯 另一边啊 几名刑警已经在屋子里面进行了搜查 一共查到了仿六四手枪一支 子弹已经上膛了 手枪子弹有十发 还有两把匕首 民警们呢 分别把犯罪嫌疑人带离现场 不过行动啊 非常的隐蔽 因为毕竟外边还有流窜的犯罪分子 现在不能够走漏风声 民警们把这三名犯罪嫌疑人带离现场之后 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李队他们返回局里之后 立刻又对张仁虎进行了审讯 张仁虎一听张仁猛的名字 眼泪唰就出来了 张家兄弟 就这样完了 张仁虎这时候啊 也是有什么说什么了 就告诉民警 说这张仁猛驾驶的出租车牌号 可能是什么什么 确定车牌照号码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十二点半了 专案组指挥胡菊 听到汇报之后 又亲自率领着李队等人 赶往设在七里和滨河路上的 兰州市公安局 交通治安分局 坐镇指挥 抓捕团伙手贩张仁猛 张仁猛这个人哪 比他弟弟张仁虎还猛呢 这真是人如其名 这个人携带着枪支 并且身上还有着血案 性格很凶残 再加上还开着车呢 机动灵活呀 做案经验丰富啊 还有一定的反侦查手段 如果他知道自己被追捕 很有可能会鱼死网破 警方现在要做的 就是最快时间 发现他 找到他 抓到他 到了交通治安分局 这工作人员呢 赶紧就查询他们得知的 这出租车号码 还有张仁猛的个人简单资料 随后呢 又与兰州市各出租车公司 取得联系 很快查清楚 张仁猛所驾驶的出租车 是兰州南巡出租汽车公司的车辆 查到之后 又第一时间派人到了这出租车公司 拿到了张仁猛的照片 交通治安分局的民警啊 对兰州市出租汽车的管理啊 非常的熟悉 明白夜班司机一般在哪拉客啊 一般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这个时间段 出租车司机一般会在什么地方扎堆呢 无非也就是火车站呢 娱乐场所啊 夜总会啊 夜市啊 这些地方 当查到一个夜市的时候 发现了那辆出租车的痕迹 这个地方呢 有着各种各样的小吃摊子 估计八成啊 张仁猛 是停车到这吃夜宵来了 为了不打草惊蛇 首先呢 由一个交通治安分局的民警 假装一个吃夜宵的客人啊 就走向了那些摊子 在一个炒面摊子跟前 就发现了张仁猛 这时候啊 赶紧假装没事人似的 往旁边走出了几步 用电话就报告了情况 接到报告之后 追捕组的人员呢 赶紧就围了过来 正在这时候张仁猛 正好吃完面条 正起身 走向他那出租车 民警一看鸡不可失 千万不能让他上车开跑了呀 师父 走吗 那这张仁猛 会发现不对劲吗 他又会不会做出什么激烈的反抗行为呢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张仁猛啊 吃完饭之后 往他那出租车就走了过去 跟着他的民警 一看情况一看情况不对 直接就喊了一声 师父 走吗 张仁猛一听 走啊 这个民警呢 叫周健 把车门打开 就坐在副驾驶那了 张仁猛 吃完了饭 还打着保格呢 一看生意来了 也挺高兴 把车门一打开 就坐进了驾驶室 上哪啊 其他的民警一看 张仁猛坐进车里了 周健也上去了 车也启动起来了 这是抓捕张仁猛的最佳时机 于是啊 呼啦吵一下子 全都冲向了那辆出租车 张仁猛被控制在了车里边 这时候他才明白 哎呦 我时时刻刻 担心害怕的事情 突然就来了 他知道自己都干了些什么 一旦被抓 等待自己的 不用想啊 肯定是得吃枪子啊 于是啊 他拼命的挣扎 剩下这几个民警呢 也都是豁出去了 死死的就把他摁在车里 随后拿出手铐子 咔嚓给他靠上了 几个人把张仁猛扛着 就塞到了出租车的后座上 随后就发现张仁猛的身上 还有一支防六四式手枪 并且子弹都已经上膛了 刑警们也是倒抽一口冷气啊 得亏动作快 这要再慢点 还不知道这小子会干出什么事来呢 随后民警开着出租车 就冲向了兰州市公安局 到了公安局之后 张仁猛几乎是被抬着 上了公安局刑侦支队三楼一大队的队部 张仁猛这时候啊 还没缓过神来呢 浑身在那哆嗦着 头上呼呼的流着汗 嘴里呢 还絮絮叨叨的说着 我事情很多 我慢慢给你们说 我慢慢给你们说 都是我干的 跟虎子无关啊 说着两行眼泪刷的就下来了 其实啊 整个一大队也就那么十几号人 这么大的案子 并且把手贩抓住了 每个人就是不吃不喝不上厕所 他也忙活不过来 专案组的领导呢 为了确保侦查案件顺利进行 立刻调用了刑侦支队八大队的全队警员 并且还从特警支队抽调了很多的精干警力 负责看守张仁猛 那段时间啊 整个刑侦支队三楼的房间里边都塞满了人了 人们没地办公 甚至过道也被占用了 把张仁猛抓回去 一宿没睡觉 彻夜奋战 终于是完成了第一份笔录材料 笔录做完之后 天已经亮了 接下来可没时间让民警们去休息 必须立刻抓捕刘东英 刘东英呢 没有工作 在社会上游荡 有一特点 喜欢在街边下棋 26号下午 李宾李队带着人在七里和野猪湾一个居民楼的院子里边 发现了正在路边一个棋摊上 跟一帮人在那杀得呼来喝去的刘东英 于是啊 李队他们悄悄的就围了上去 李队呢 平时也喜欢下棋 什么是马走日向走田啊 他就立在了刘东英身后 眼瞅着这局棋 刘东英是肯定完蛋了 赢不了了 手里边拿着那枚棋子 也不知道该往哪放 这时候 李队说了一声 老刘啊 别蹲这瞎比划了 往哪摆 你都死定了 刘东英哪想着有人接下茬啊 这时候冷不丁听到这么一句话 浑身一哆嗦 手一松 那棋子啪哒 就掉到地上了 俗话说的好啊 官旗不与真君子 这不果乱吗 他站起来之后还骂了一句 路边没草 哪来的长嘴驴啊 李队呢 乐呵呵的走到他旁边 柔声细语的在他耳边说 老刘啊 长嘴驴是没有 到来了一个长腿的警察 我是市公安局的 跟我走一趟吧 一听这话 刘东英的脸色耍 一下子就变了 于是啊 往四下这么一瞅一打量 得了 这一看就知道 跑不了了 叹了口气说 他妈的 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说着 从口袋里猫出一颗烟来 抽出一根 先把一根啊 递给李队了 李队摆了摆手 刘东英呢 拿着这烟 打火 这时候 刘东英 一边抽着 一边看看四周 眼神里边啊 是对这的 留恋不舍 他一看 四处 民警们都围上来了 他也知道跑不了了 走吧 刘东英 抓捕归案 这宣告 此案所有的犯罪嫌疑人 在短短两天时间之内 全部到案 没有任何一个人漏网 随后 各个讯问小组 对落网之后的六名犯罪嫌疑人 进行了初步审讯 审讯之后啊 都感觉很吃惊 这个凶恶的犯罪团伙 除了坐下安宁遇害的 于东案和西谷失踪的 刘成失踪案之外 还坐下了多起本地外地的血腥大案 仅仅命案 就有九起 还有多起的盗窃 抢劫案件 当天晚上相关的情况就报道了省公安厅 随后省公安厅又报道了公安部 各级领导啊都很兴奋 并且呢 各级领导也都做出了指示 巴安民警也没工夫歇着了 这觉啊 这一天都睡不够那么三四个钟头 经过几天的奋战 张仁猛犯罪团伙成员的基本情况啊 组织架构啊 所犯的罪行啊 基本上都查清楚了 这六个人呢 都没有固定的职业 只有张仁猛和团伙成员闹翻之后 这才弄了一辆出租车去跑出租去 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二张张仁猛张仁虎 这是哥俩 再和王立波 还有吕振宇 这四个人呢 都是机床厂的子弟 从小一块玩到大的同学朋友 这吕振宇和刘秀英呢 是劳教场所里边 结识下的育友 因为关系不错 再加上啊 平时呢 也都是好意务劳的 他们对金钱呢 又有着那种强烈的渴望 所以这才结成了团伙 在机床厂大院里边啊 住着一批一批的下岗工人 在这样一伙子人之中啊 张仁猛他们呢 就总感觉高人一等 不愿意出卖苦力 不愿意干体力活 也不愿意伸手向别人乞讨 而是用暴力去向社会掠夺 张仁猛张仁虎这哥俩的经济情况啊 是这伙人里边最好的 他们的父母呢 在西战开了一家诊所 张仁猛看情况不错 自己呢 也开了一家 张仁虎啊 负责给自己家这两家诊所采购 生意不错 收入也还可以 可是好景不长 张仁虎和一个全家人都没看上的女人 就好上了 这个女人不仅离过婚 并且啊 这个女人还是张仁猛表哥的老婆 还是他的父母不能接受啊 你什么人不能找啊 你非找上这么一个还沾亲带故的 可没想到 张仁虎就为了这个女人 跟家里闹翻了 离家出走了 就没有了经济来源了呀 最后呢 是鸡飞蛋的啊 你没钱了 人那嫂子啊 也不跟他好了 这张仁虎啊 从小就听哥哥张仁猛的话 他是绝对服从哥哥的 于是顺理成章的 就入了张仁猛的那个团伙 成了团伙里的骨干了 再说这张仁猛 是个喜欢琢磨的主 赌博呀 是他生活的最重要的内容 手上一有钱就得出去玩去 要是不在赌场上把他给输光了 这事就不算完 张仁猛之前呢 也找了一个相好的 离离散散几年 最后啊 还是散了火了 人女人为什么不跟他呀 因为你有赌博的恶习 这日子过不下去 可张仁猛不这么想 他想的是什么呢 这娘们就是嫌我没钱 如果老子是大款 那娘们还不哭着喊着 求着嫁给我呀 所以啊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挣钱 挣大钱 在2003年 2004年左右的时候 张仁猛 王立波 这几个流氓啊 基本上呢 是以偷盗抢劫为生 他们是遇上了就偷 碰上了就抢 张仁猛呢 从小爱看警匪片 尤其看港片啊 他就总看人那些黑社会老大 黑 真威风 真了不得 他也总想着当老大 是啊 我这体力啊 我这智力 我在我们这团伙里边 我就是老大呀 老大干什么 你看人电影里边演的 人都干大事的 我也得带弟兄们干大事 偷偷摸摸 这是小毛贼 我这当大哥的 我能干这个吗 啊 我要再干这个 干下去 那是糟蹋了 我这黑道上的天才啊 2004年12月份的一天 这一天呢 下着大雪 张仁猛 摆了一桌酒席 把张仁虎 王立波 吕振宇 刘东英几个 就全叫过来了 随后啊 摆了几个大碗 盛满了酒 拿过来一只公鸡 咔嚓一刀 鼓了根 这公鸡就算死了 把这鸡血啊 就滴在酒碗上 一人一碗 咕嘟咕嘟就灌下去 这算什么呀 这叫杀血为盟 他们正式结拜为了兄弟 随后大家呢 正式的称呼张仁猛为大哥 张仁猛当上大哥之后啊 就在想 我怎么能控制我的兄弟们 哎呀 我看人电影里边演 得纳图名状 行啊 就这么干吧 于是啊 他就想到一招 杀人去吧 让每个兄弟手上都沾上血 让每个人身上都有血案 这就等于 每个人脖子上都套了根绳子 而绳子这头就攥在我手心里了 我这么轻轻一勒 他就没法不听话 有了这想法之后 张仁猛是越想越兴奋啊 我这黑道老大的路会越走越宽 越走越顺 张仁猛呢 就又开始琢磨 是 想杀人杀谁去啊 这么着吧 杀出租司机 杀了司机之后啊 用他那车 把他尸体扔到黄河那去 一点痕迹不留 这挺好 2005年元旦刚一过 张仁猛迫不及待的 就把这想法 跟那几个兄弟透了透风 张仁虎第一个就跳出来了 大哥 别干这个呀 搞钱的路数多着呢 咱们为啥要杀人呢 杀了人一旦被抓 咱一个也活不了啊 你懂个屁 谁不知道来钱路数多着呢 谁不知道一旦被抓住 全完蛋呢 问题是啊 你大哥我 把一切都给你算计好了 咱们做的人不知鬼不觉 让他们谁都抓不着咱们 现在你要做的 就是把你这臭嘴给我闭上 让你干啥 你就干啥 知道吗 张仁虎怕他大哥 哎呀 行啊 不过呀 张仁猛也知道 自己这兄弟啊 胆子小 所以在这之后 凡是杀人动手的时候 张仁猛呢 总是找个借口 把张仁虎支开 让他干些刨腿打杂的事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想法 就担心万一有一天 把张家兄弟一锅端了 啊 那么 我这个当老大的 我也可以给我弟弟留下一条命 毕竟他没亲自动手 给我们老张家留个根 王立波呢 是这一帮人里边 盗窃的行家里手 在劳教所里边待过两年 这家伙他知道 在里边日子不好过啊 现在要杀人 这都不是劳教的事 这是掉脑袋的事啊 他呢 也打起退堂鼓了 于是 他也跟张仁猛说 大哥 这事啊 咱们再考虑考虑 啊 从长计议 张仁猛再一看 怎么着 我这多好的主意啊 怎么一个个的 都反对啊 看看你们那一个个的熊样 除了干点偷鸡摸狗的下三乱 能不能干点男人干的事情啊 我他妈算是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怎么遇上你们这穷国党费呢 兄弟一场也不容易 就一句话 想跟我干的留下 不想跟我干的 滚蛋 从此以后 井水不犯河水 谁也不认识 刘东英一看情形不好 这就要闹崩了 赶紧打圆肠 大哥大哥 那个谁啊 李波 坐坐坐坐 咱们这都是兄弟兄弟之间有话好说啊 越是有人反对 张仁猛呢 越感觉自己啊 正确 我这是血性男儿 他就认为 这种杀人 这种血性的杀戮 很重要 只有让他们人人手上都沾血 他们才能对我俯首贴耳 2005年1月14号晚上 他们开始了第一次行动 这一次行动 顺利不顺利呢 谁会成为他们的刀下亡魂呢 本期节目咱们继续讲述609大案 2005年1月14号晚上 张仁猛他们呀 竟于是出去找了一个出租车司机 这算是他们开刀结盟的祭品 把司机杀害之后开着出租 一直开到黄河边 又把师父尸体的衣物给扒了 把尸体扔进了黄河水之中 眼瞅着 尸体就消失在黄河之中了 张仁猛他们感觉浑身的满足 他呀 拍了拍旁边的刘东英说 兄弟 从今往后 咱们就是真正生死与共的兄弟了 随后张仁猛他们 把出租车开到了火车站 扔在了停车场 为的是什么呢 制造假象 制造一个犯罪嫌疑人士来自外地 抢完之后 坐火车逃之夭夭的假象 后来警方在火车站前 找到这辆车的时候 立刻调查 所能认定的也只是 出租车司机可能遭到了暴力袭击 司机下落不明 其他找不出任何证据 暂时将司机定为失踪 而张仁猛他们 开了杀戒之后 更加的肆无忌惮了 其实啊 在张仁猛心里一直有一个心结 那就是团伙成员王立波 他总想着 我什么时候能彻底降服王立波 王立波跟张仁猛 是从小一块玩大的 这算是发小啊 人呢 比较有心计 事情啊 比较有主见 比较有分寸 所以周围几个弟兄啊 都挺看重王立波的意见的 自己当了老大了 王立波要一直跟我是面和心不和 那我这老大的位子 可不稳当啊 2005年3月2号晚上 张仁猛带着张仁虎 刘东英 吕振宇 拿着特制的铁棍 在街上来回晃荡 找下手的目标 这时候啊 有一个下夜班 路过这儿的年轻人 他呢 拿着一个笔记本电脑包 张仁猛 他们一看黑笔记本电脑 值钱的物件 上去哐哐挤棍子 就把这个年轻人 打倒在血泊之中 等后来路过的好心人 把小伙子送到医院抢救的时候 早就已经气绝身亡了 这可怜的年轻人呢 就因为这部电脑 命丧恶魔之手 而张仁猛他们 把这电脑带到西安销赃 只卖了1600块钱 这起案子 王立波并没有参与 王立波当时啊 就有一个同居的女朋友 也就是咱们前几期节目 提到的那个关键女人 谭丽红 王立波那一阵 老是早出晚归 后来谭丽红就问他 你干啥去了呀 王立波呢 总是吞吞吐吐的 谭丽红气的呀 王立波 要是你还把我当成你的人 你就跟我说实话啊 要是嫌我爱了你的大事 明天我就走人 在这个世界上 我最恨的 就是不把别人当人的那种人 王立波呢 之前因为盗窃 被判过刑 后来因为吸毒 妻离子散 遇到谭丽红之后 对谭丽红啊 是爱的都不行了 确实离不开谭丽红 谭丽红一说要走 王立波可急了 不是我不说 是我不能说 我怕吓着你 王立波 你也太小看我了 这个世上 有什么事 比得过杀人 更让人害怕的 我前面那个混蛋 差点把一个警察杀了 我都没害怕 我都把他藏起来 为他坐牢了 我都愿意跟他过日子 你大不了也是杀个人 只要你还能把我当个人 我同样愿意跟你一起坐牢 甚至陪你一起被枪毙 谭丽红这番话一说 给王立波感动的呀 丽红 你一个女人 都能为我不惧生死 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们和老大一起干的 是杀人劫财的勾当 一旦翻船 死无葬身之地 明天我就跟老大说去 让他把你一块收下 老大要是不答应 我也走人 丽红 从今以后 我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你走到哪 我就跟到哪 第二天 王立波就来找张人猛 大哥 让我女朋友谭丽红 也入伙吧 怎么着 我说兄弟 你吃错药了你啊 你知道咱们干的是什么吗 啊 是脑袋拴在裤腰带上 一只脚踏进阎王殿的事 咱们是生死兄弟 他一个女人算啥呀 这事他敢吗 大哥 李红 李红 也有过一些江湖经历 于是把谭 李红的经历 原原本本的 说了一遍 把这张人猛听的呀 下巴都快惊掉了 哎呦 这女啊 干这活干的比我还早呢 是吧 指不定 以后他还真能在我们行动之中 派上大用程 那是老天助我呀 不过张人猛不正找机会 想彻底降服王李波吗 李波 要是我不同意呢 大哥 你要不同意我的请求 你就是看不起谭李红 看不起谭李红 你就是看不起兄弟我 那我跟着大哥还有什么意思啊 要么你把我废了 要么 大哥开恩 让我走人 李波呀 你真是个有情有义的爷们 你遇到这样的女人 他遇到你这样的男人 嗯 直了 宁拆十座庙 不拆一桩婚 大哥就是再不懂人情世故 这点事也得懂 也不能坏了我兄弟的好事 行 告诉你啊 李波也就是你 这要是换了别人 打死我也不同意 这么办吧 既然咱们是个组织 多少应该有个规矩 不能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你跟谭李红 准备四千块钱 明天大哥摆桌酒 当着众位弟兄的面 把你的那个宝贝交给我 算是给大家一个交代 也是给弟兄们做个榜样 教他们以后遇着这类事情 该怎么去做 放心吧 这钱以后大哥会还给你的 只不过是暂时存我这罢了 王立波回去跟谭李红一说 谭李红啊 赶紧的去白银就筹集那四千块钱 第二天一早 俩人带着从亲戚那借来的四千 赶回兰州 当天中午在酒席上当着其他人的面 把这钱就交给了张人猛 算是谭李红的入伙费了 这张人猛啊 倒也不食言 后来他们从于东身上 截到钱财之后 就分给了王立波 谭李红四千块钱 并且说明了是让他们拿去还账的 谭李红的入伙 确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他呀通过色诱的手段 调来了一个又一个的被害人 在那些上钩的男人里面 只有一个幸免于难 就是咱们之前说过的丁宝 因为丁宝这个人呢 言行很端正 确实朴实 踏实 正直善良 最终谭李红没忍心下手 谭李红入伙之后啊 张人猛呢 也没让他闲着 平时跟王立波出门 就带着他言传身教 没多久 谭李红也就入了道了 即使谭李红长得再漂亮啊 你总不能站大街边上去 勾搭人家去吧 那用什么方式呢 就是网络 网络对于张人猛他们来说 这可是好东西 竟然能够在无形之中 就把这些人调来 杀他们一个出其不意 第一个被网住的 就是安宁的愚冬 虞冬啊 二十刚过 血气方刚 他呢 看到了一个网名叫如烟的女人 哎呦 迷的都不行了 他们聊天的时候 这一番缠绵翡测呀 在这后来 虞冬实在是忍不了了 又跟这个叫如烟的女人 通了这个网络视频 再一看长得漂亮 爱的都不行了 这如烟 就是谭力宏 谭力宏 有过社会经历呀 展现出来的是一股成熟的风韵 这对于矛头小子虞冬来说 这是不可抵挡的诱惑 其实啊 谭力宏就只是后来负责视频了一下子 跟这个于东一直在聊天的哪是什么 谭力宏啊 是张人猛 谭力宏干的就只是适当的时候露露脸 后来在城关区的一家酒吧 他们约好了 于东兴冲冲的就从安宁赶过来了 见到了这个聊的好的不能再好 爱的不能再爱的如烟 果然是视频上那个女人 在酒精美色的刺激之下 再加上谭力宏刻意的挑逗 于东这毛头小伙子呀 早就昏头转向 谭力宏勾引他 让他跟着一块走的时候 头也不回说走就走啊 如果这时候于东能回头看上他们一眼 一定能看到身后不远处 有两个男人紧紧的跟住了他 那就是王立波和刘东英 2005年11月11号深夜 他们呢来到了一套出租屋里边 这是张仁猛他们专门租下的一套房子 谭力宏把于东领进来 于东还没摸清方向呢 两只胳膊就被人死死的拧住了 于东这时候吓得呀 哎 哎 话还没说呢 一块抹布就塞进了嘴里 把于东这一顿打呀 打得跟彩瓜似的 身上的钱财被洗劫一空 这时候一把刀子就架在他脖子上了 小子 要钱还是要命 要命 要命啊 算你还实笑 张仁猛 把手里的匕首 往于东的脑袋前边一比划 拔出来抹布 要命就得拿钱 说说 你钱从哪来啊 我 我跟人借去 我跟人借去 跟人借 你想想你的这些大爷们哪个有闲工夫等你去借呀 大哥 那怎么办呢 我刚工作不长 我确实没什么钱 你不会跟你家里要吗 我家是农村的 家里也没钱呢 妈的 弄了半天 弄了一穷鬼 没钱好说呀 那我们不要钱了 要你的命 大爷 别杀我 我刚大学毕业 刚参加工作 我这就跟家里要 你凭什么跟你们家里要啊 就说我们单位集资建房 需要一笔钱 让我家里人把钱打到卡上 这倒是个好主意 别耍花招 当心我宰了你 于是12号凌晨7点多 乡下的老父亲呢 就接到了于东的电话 这就是咱们第一集说的那一幕 老父亲为了儿子买房子 是砸锅卖铁 把需要的一万块钱 就打在了那张银行卡上 老人怎么也没想到 他的儿子正处在魔爪之下 钱到账之后才是谋到了 接下来可就是害命了 张仁猛 现在在看于东 这可不是个财主了 这就是个累赘啊 王力波谭力红 买回了箱子 张仁猛啊 指挥手下 拿一条绳子 把于东活活勒死 随后把尸体装进编织袋 再放到那个大箱子里 抬到楼下 扔上一辆租来的客货两用车 趁着夜色 驶向几十里之外的西固 晃荡了大半宿 最终扔在了一个消防警里边 在城关区作案 在西谷抛尸 这可是给警方摆下了一个迷魂阵 尽管案子做得很顺利 但是最终这伙子人全部被捕 和他们之间后来的内讧 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 那么团伙内部是因为什么而起了内讧呢 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张仁猛他们这个团伙呢 把于东害了之后 一共弄来了万把块钱 钱虽然不多 但毕竟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好事啊 见着钱了呀 可他们这个团伙 就是因为这一万块钱 才出现问题的 为什么呀 上期节目咱们也提到了 一万块钱里边拿出来了四千 给了王立波和谭力宏 因为最早啊 人家是交钱的 让谭力宏入伙交的保证金 这得还回去 可剩下这些同伙怎么办呢 一人发了那么三两百块钱 剩下的张仁猛说了 我呀替大伙保管着 这是咱们组织活动的经费 大家都是卖了命的啊 杀人抢劫 这是掉脑袋的事啊 都想着分一杯羹的 结果给我们就那么仨瓜俩走 这活划不来呀 我出去打天灵宫去 也比这挣得多呀 所以这时候啊 他们这个团伙内部 已经不稳定了 张仁猛呢 还想着过老大的瘾 当大哥的 没家伙怎么行啊 带着剩下的钱 去青海买了两支枪 枪买完了 钱也没剩多少了 张仁猛啊 就在网吧 在餐馆 在牌桌上 把这些钱算是挥霍干净了 手里边紧张 怎么办呢 得接着作案呢 他就催促谭力宏 赶紧的 得让这心鱼上钩了 谭力宏呢 人确实也没偷懒 整天的泡在网吧里边 联系了几个人 可是啊 条件都不好 不适合作为这个作案的目标 张仁猛呢 现在也为钱着急上火呢 一看谭力宏这边没进展 也没耐心了 于是啊 一次又一次的责怪谭力宏 办事不利 谭力宏这心里边啊 也委屈 就总是在自己男朋友 王立波面前捞捞刀刀的 王立波也觉得 我自己的女人受委屈了 他就跟谭力宏说了 我啊 替你在老大面前说说 让他知道你确实在努力 事不凑巧 也怪不着你啊 老大跟我一块长大的 不看僧面 也得看佛面吧 第二天 王立波仗着跟张仁猛的交情 就给谭力宏求情了 没想到这张仁猛啊 嘿 跟吃了枪药似的 王立波 你还有脸为那个没用的臭娘们说话 啊 要是你养一条狗 连只兔子都逮不回来 你对这条狗还有什么好的脸色呀 王立波这个气呀 你骂我女朋友是狗 你这不是在骂我吗 俩人一气之下 离开兰州 回白银去了 张仁猛最看重的 就是王立波 谭力宏 现在这俩人 都离自己而去了 张仁猛啊 也不知道接下来 该怎么办了 咱们再说 王立波和谭力宏 俩人走了之后啊 也没想着干什么正事 哎呦 咱怎么来钱快呀 还干咱的老行当吧 于是这么着 十二月初 俩人就又回到兰州 又是在网上勾搭别人 有一个单身的中年男人 这算是中了圈套了 这个男人呢 主动邀请谭力宏去他家坐坐 让一个陌生的女人去自己家 这什么意思 大伙都明白啊 嘿 谭力宏啊 还假装不乐意呢 把这个男人那心呢 勾得痒痒的 这男的是想方设法的邀请他 谭力宏呢 也顺波下旅区呗 求之不得呀 他刚一进去 王立波随后就跟进去了 拿刀把这个男的呀 捅的是满身的血窟窿 得亏后来 捡得了一条性命 但是留下了终身残疾 案子干的倒是不小 但是没得到什么钱 王立波跟谭力宏 做完这一起案子之后 反而更紧张更害怕了 张仁猛呢 后来见王立波谭力宏 这一走一个多月都不回来了 自己呢 也勾得不了别人呢 这兜里又没钱了 那怎么办呢 带着自己兄弟张仁虎和吕震宇 这俩人直接抢劫 他呀担心在兰州作案被逮住 会牵出一连串的血案 于是把目的地选在了西安 12月21号晚上 张仁猛他们实施了持枪抢劫杀人 杀害了一名无辜的年轻的生意人 抢走了他身上携带的两万多块钱的现金 从西安抢到两万多块钱 回到兰州之后 张仁猛啊 嘿 这家伙更自负了啊 王立波谭力宏 单独作案的事 后来也传到了张仁猛的耳朵里边 后来张仁猛就琢磨 这俩家伙要失手出事了 那我们大伙全完蛋 现在我们这几个 真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一个完蛋 大伙全倒霉 哎呀 这么着吧 我呀 还是得想法 把王立波找回来 再者说了 没有人谈力宏 王立波确实干事不得劲啊 要请他们回来 该怎么请呢 张仁猛啊 就让张仁虎为王立波他们 租了一套房子 把所有的生活物品都购置齐全了 亲自带着张仁虎吕振宇 去了趟白银 请王立波他们 王立波他们呢 现在在白银也发愁呢 哎呦 在兰州做完案子了 我们这可怎么办啊 一看老大来了 亲自请来了 得了吧 跟着回去吧 这次回去之后啊 他们的作案手段 又有了新的升级啊 之前呢 是直接在网络上勾的 现在呢 开始在一些报刊媒体上 登一些征婚广告 这些广告啊 在很多小报上啊 甚至一些大报纸上 在那个年代都特别的火 反正你给钱就给你登呗 美其名曰 我们这也是社会公益服务啊 于是呢 把这广告登出去 哎呦 谭力宏这电话啊 都被打断了 一个个的都想约谭力宏见面 是 见了不少 可能够上他们条件的不多 好不容易啊 有一个感觉条件挺合适 那谭他们 谭力宏跟他一聊 哎呀 这个家伙啊 就住在旁边啊 还是散打高手 武断的 谭力宏跟张仁猛他们就商量 这人咱下不下手啊 人是散打的 啊 这家伙咱要动手 别没把人做了 让人把咱给做了 大伙一琢磨得了吧 还是不冒这个险了 王力波他们回来之后 已经不少天了 可是一无所获 张仁猛啊 又耐不住性子了 这天晚上 也喝了点酒 一手拎着个酒瓶子 一手呢 拿着他那支手枪 对着他这些的弟兄啊 就开始喊 今儿晚上 咱们这里边 要死一个 一定得死一个 大伙一听 有兵啊 你拿枪对付我们干什么呀 王力波呀 没见张仁猛这么疯 疯狂我 也确实担心张仁猛喝多了 这子弹就在枪里呢 别真干出什么事来 如果他要杀人 很可能就得杀谭力宏 于是王力波一下子就挡在了谭力宏前边 老大 你今天要杀谭力宏 你先杀了我吧 行啊 你要真他妈想死呢 我成全你 说着把这枪口就对准了王力波 其他人这么一看 老大这是要疯啊 真要杀自个儿的弟兄啊 三下五车啊 呼噜一下 把张仁猛就给围住了 把枪啊 就给夺下来了 枪也被人夺了 张仁猛也没有了气焰了 兄弟们 我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呀 你看你们 我跟力波开个玩笑 斗个乐子 你们都当真了 你们全扑上来对付我一个人呢 你们趁这机会把我灭了吧 把我灭了 也就省心了 这时候王力波说了 大哥 不是我当兄弟的无情无义 是你当哥的太狠了点 要是有人拿把枪对着你 你会怎么干呢 既然你容不下兄弟 我只好走人了 王力波拉上谭力红 叫上吕振宇 就往外边走 吕振宇原来是跟着张仁猛的 现在啊 人也不乐意了 后来折回身来 还问张仁猛的大哥 我能不能带走你一支枪啊 我呸 六个人这一转眼 可就走了三个呀 张仁猛气的呀 从这之后再也不做案了 而是租了一辆出租车 当上出租车司机了 实际上啊 张仁猛就算被这个团伙扫地出门了 你甭当大哥了啊 张仁猛走了之后 王力波就成了这团伙的实际上的老大了 谭力宏呢 这家伙 我现在是老大的女人啊 我是大嫂了 我得更加卖力的演出了 是吧 几天之后 他们就调上了一个广东小老板 约会了几回 这老板呢 让谭力宏迷的是五迷三道的 这个小老板呢 开一家药店 单身 经济条件不错 在那个年代 自个儿开一辆越野车 出手也大方 平时啊 寻花问柳的事儿 也干了不少 谭力宏情场经验丰富啊 把这年轻人啊 哎呦 迷的都不行了 这个小老板呢 抓耳挠腮的 哎呀 你去我酒店坐坐吧 啊这 这谭力宏呢 也很讲原则啊 坐坐行啊 喝喝酒也行 你在我身上摸摸也行 但是到你住的酒店 我不去 要去就得到我住的地方 一开始 这广东小老板 还有点犹豫 哎呀 我跟他不熟啊 可是一想就一女的 我怕他什么呀 再者说 这么漂亮啊 可生意人就是生意人 居安思危 得考虑风险 自己一个人在这 人生地不熟 真有个三长两短 那可就出大事了 于是啊 他跟谭力宏俩人就僵持上了 你来我这儿吧 不行 你来我这儿吧 这么这一推 就推到了年底了 后来谭力宏一看 不行 再这么纠缠下去啊 这广东人要是回家过年了 那我们不白忙活了吗 我都让他摸了都 我来个激将法吧 就说呀 过两天 我得回东北老家过年 再邀请他一次 看他来不来 谭力宏也不停的在问王立波 咱这招要是不管用 他不上套怎么办 王立波说了 美人家烈酒 我就不信这小子骨头有多硬 啥都能扛过去 除非他对你兴趣真不大 照我看啊 你还没把那小子的火头 给真正删下来 哎呀 我说 李波 你就不怕我跟那小子跑了呀 那可是个有钱 有车 有店面 还有情 有义 有年轻的小白脸 我王立波在这个世界上 最在乎什么 你会不知道吗 我在这个世界上 还剩下什么 你会不知道吗 你最好别跟我开这种玩笑 在这方面我很脆弱 我开不起这种玩笑 要是哪天我不知道这种玩笑是真是假的时候 那咱们都得玩完 谭力宏一听 他也明白这男人是真爱自己 可是自己要真离开他 他还真舍得把自己给杀了 谭力宏呢 也用上了王立波的招 就跟这小老板说 我要回东北过年了 回不回来不一定 要不要见一面吧 这小老板呢 确实也着急 行 我去 一进谭力宏的房间 黑暗之中啊 就冒出来三个大男人 一个大头套啊 哐哐一下 就套他头上了 随后 把他浑身是搜了一个遍 现金手势手机 都被洗劫一空 车钥匙也抢过来了 随后呢 王立波又让张仁虎 谭力宏到车上 把值钱东西全搬回来 与此同时 还把这个小老板身上的银行卡 也弄过来了 问清楚密码之后 八万块钱 算是落入手里 随后这个小老板 可就算是黄河冤魂了 被他们杀了 又扔进了黄河水之中 那么这伙子人最终会落得一个什么下场 那么咱们上回说到哪了呢 张仁猛团伙啊 把老大张仁猛赶出去之后 王立波实际上就成了这个团伙的老大了 那么他们呢 又做下了几起案子 那时候他们用的方法呀 是在报纸上征婚 可是这会留下蛛丝马迹呀 王立波后来一琢磨 在兰州 我们这手上 可犯下的血案不少 心里边呢 就有些嘀咕 万一接下来 哪一件事情上 有哪一个细节出现了问题 这自己搭进去的 可是身家性命啊 于是王立波就想着 换个地方试试 离兰州很近的银川 就成了他们选择的第一目的地了 几个人呢 又来到了银川 去了当地的报社 还是联系刊登征婚广告的事 可没想到在这碰个钉子了 银川当地的报社呢 管理非常严格 不能随便刊登征婚广告 你想登可以 那你得出具身份证 户口本之类的 有效证件 这伙子人是血案累累啊 他不愿意留下把柄啊 征婚广告登不了 那咱这之前用的是去网吧调人家 行啊 去网吧 可是到了网吧 没想到银川的网吧 上网也得提供身份证 还是实名制 这不更要了命了吗 这时候啊 王立波就拿出他的看家本事呢 偷 一时间 凡是这几个人经过的地方 鸡飞狗跳 走到哪就偷到哪 在银川偷了一圈 回到兰州的时候 已经是五月份了 虽然是偷鸡摸狗的事没少干 不过呀 真正唠叨的钱财并不多 这几个人呢 聚到一块聊的最多的还是钱 哎呦 这不挣钱 咱哥几个怎么过呀 最后商量来商量去 不行啊 还是得靠谭力宏啊 还是得让谭力宏出卖自己的色相啊 这要是能调上个大款 那算是老天爷开眼了 谭力宏呢 就把自己当做诱饵 就去到了兰州市高档娱乐场所 比较集中的南关十字 从一个娱乐场所啊 晃荡到另一个娱乐场所 反正又指望着能调出一个猎物来 可让他郁闷的是 打扮了半天啊 显得那么的妖娆啊 那么的漂亮 怎么就没有一个客人对我有兴趣呢 我老了吗 我年老色衰了吗 谭力宏呢 觉得特别没意思 在一个酒吧里边一个人端着杯咖啡 在那坐着 这时候看见旁边有台电脑 正在那空着呢 反正也闲得无聊 上会网吧 于是呢 就到了聊天室 就打出了一行字 说我喝醉了 那位哥哥出来陪我喝酒 在这个聊天室里边的有一个人 就是咱们最早提到过的西顾失踪的那个刘成 刘成啊 也在这儿闲荡的 一看有女人在那儿聊天 还说喝醉了 让出去陪他喝酒 刘成正寂寞难耐 寂寞难耐 这家伙可了不得了啊 于是呢 就开始跟他聊上了 你来我往你一句我一句 谭力宏是情场老手啊 三下两下 哎呦 就把刘成的心思算是给摸透了 刘成后来啊 确实急得都不行了 就一次又一次的咱见面吧 谭力宏呢 又紧接着装出一副 不见也无所谓的样子啊 宝贝 今天晚上太晚了 好好休息 明天再约 然后就下线了 这是什么呀 这叫欲擒故纵 这家伙 谭力宏这是看过兵法的呀 这天呢 是2006年6月8号凌晨 刘成这时候 心里面这个欲望啊 已经爆棚了 知道吗 这一天呢 就盼着哎呀 夜幕降临吧 天色快黑下来吧 我还得找我梦中情人啊 8号晚上 刘成早早的就上网等着去了 一直熬到了夜里11点多 才看见了谭力宏 谭力宏一见着刘成 就赶紧打了一行字 说把老母亲送去妹妹家 妹妹家在西顾 回来晚了 请好哥哥原谅 你看 又体现了自己的善良 顾家啊 又跟叫好哥哥 哎呦 除此之外 刘成还体会出来了另一层意思 为什么把老母亲送回去啊 这不是怕老母亲耽误我们俩的好事吗 俩人又是聊了几句 刘成呢 就直奔主题 剪面吧 咱俩那样吧 这边谭力宏呢 还装的扭扭捏捏的 在那纠缠了好一阵子 才说他现在啊 是在城关区南关十字的水浮宫 这是当地一个收费很高的娱乐场所 刘成一看这情况 妹妹把把电话给我 我去找你去 刘成啊 就从家里边啊 辞别了妻子就出去了 从此之后 他妻子再也没见过他 从西顾赶到城关水浮宫 终于是见着了这青妹妹啊 其实这时候啊 王立波他们也紧张 他们知道警方正在想方设法找他们呢 他也怕 哎呦 调来这人会不会是调来的警察 会不会是警察故意的 他那总是提醒自己 提醒他这些弟兄们 弟兄们千万小心啊 关羽是大义施荆州 咱们一大义 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谭力宏调上刘成之后 王立波也跟他说 你啊 得着意考察这个家伙 可别一眨巴掩 成了一条鳄鱼 反倒把咱们给吞露 在八号晚上 见着刘成的时候 谭力宏呢 就拐弯抹角的试探他 看这个男的会不会有什么破绽 试探了半天 最终谭力宏确定 这小子呀 就是一情场菜鸟啊 一老色胚子 你死吧你 在谭力宏的色诱之下 刘成恨不得马上就开始脱衣服了 这时候谭力宏说了一句 刘哥 走吧 今天到我家去坐坐 然后就从座位上起来了 这时候啊 他们拦了一辆出租车 哎呦 这俩人是又搂又抱的 到了地方 刘成这一进去 可就没能再出来 被炸出了银行卡密码之后 王立波他们活活的把刘成勒死 随后把尸体扔进了黄河之中 在刘成身上 他们一共得到了两万多块钱 在这之后几天的日子里边 什么叫吃喝 什么叫嫖赌 都玩全活了 可令他们当时还想不到的是 警察居然会那么快 就抓住他们 把这一伙六个人抓住之后 他们呢 是一个比一个嘴硬 什么也不说 作为团伙老大 不前老大的张人猛 被抓住之后啊 还纳闷呢 哎我怎么了 警察抓我干嘛 为出租车司机啊 他呢 当然也有表演的成分 一进去啊 大吵大闹 寻死密活的 你们凭什么抓我 我一跑车的 我能干什么 你们不给我说清楚 我就不活了 对了 车飞也没给我呢 张人猛吵闹的目的 就是想弄清楚 警方抓他是为什么 只要知道了为什么 那么就有对付的办法了 张人猛这时候也在想 除了我之外 还有哪些该死的弟兄 也被抓了 一想起他过去那些兄弟啊 恨得压根直痒痒痒啊 要是有几个争气的 要是还让我当他们老大 也不至于让老子混成这样的呀 我自己后来开出租车 我可没犯过事啊 肯定是那帮家伙给出了事了 最后把我给牵扯出来了 不过张人猛啊 还真是有大哥那意思 就是想着咬紧牙关说什么 也不能把自己的兄弟们给坑了 可警方有的是办法啊 从情感上就给他了致命的打击 在审讯他的时候 民警跟他说了 张人猛 一个人是钢门 两个人是铁门 三个人是木门 你想你们是几个人呢 是什么门呢 啊 知道我们为什么能查着你吗 你自己想想吧 那这么说 这么说 我这就成了没有门了 也就是说除了我之外 我那些兄弟也进来了 中国有句古话说的好啊 要想人不知 除非几莫为 你想想最知道你的是谁啊 最了解你的是谁啊 谁知道你全部的秘密啊 张人猛一听 哎呀 我的兄弟们哪 出卖我了呀 嗷啷一声 撕心裂肺的就喊了出来 过了老半天 这情绪才缓过来 张人猛也算想明白了 我护着他们 他们谁护着我呀 得了吧 我说吧 于是啊 他就把在兰州啊 所犯下的 自己所参与的那些罪行 一一的都交代清楚了 但是他在交代犯罪事实时 还是尽量的替他的兄弟张人虎开脱 能往自己身上揽的 全揽到自己身上 能推给其他同伙的 就推给其他同伙 目的很明确 得保住我自己的亲弟弟 至于对其他几个人的审讯 都非常的顺利 他们呢 把参与的罪行全都交代明白了 在审讯王立波的时候 民警问过他一个问题 张人猛走了之后 你们可以洗手不干 为什么还顺着那条死路一直往下走 王立波说了 干这个就跟吸毒一样 要想自己主动洗手不干 不可能的 明知是死路 明知是断头的悬崖 还得往前冲 我们是身陷其中了 早就没了人格 没了人情 甚至没了人性 有时候见了人呢 就跟狼见了肉似的 眼睛就放光 就想扑上去 咬上几口 我们这些人呢 活在这个世上 无声无息 连个养家糊口的手艺 工作都没有 真是一无所长 一无是处 对家庭 对社会 甚至对自己 都没什么用 我们是什么 是尘埃 是废物 还是垃圾啊 如果我们 无声无息的死去 不会引起 任何人的注意 甚至还不如一条狗 狗死了 还能让人们 当成一盘菜 这是我们这些人的悲哀 生活的悲哀 活着的悲哀 起码在兰州 在甘肃 甚至在全国 有那么几天 有那么几个人 知道我们这些人 还干了这些事 我们也算是出了名了 就当我们 是社会上的垃圾吧 2008年6月10号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这六名犯罪分子 进行了持续三天的公开审理 最终张仁猛 张仁虎等六人 全部被判处死刑 一审判决下来之后啊 这伙人除了刘东英之外 都表示量刑过重 提出上诉 不应该判我们死刑 2009年8月6号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该案做出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2010年3月4号 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这六个人用注射的方式 执行了死刑 其实在这个案子之中 对于这些犯罪分子 我们没有值得同情他们的地方 但是啊 却有值得让我们警醒的地方 过去啊 在网上聊天室 登征婚广告 无非调的都是那些色欲熏心的人 现在啊 人们不用看征婚广告了 人们不用去聊天室了 但是有了更为方便的方式 各种各样的APP啊 各种各样的直播软件 对吧 大家都能够在网上第一时间寻找刺激 而就在你想寻找刺激的时候 往往容易落入别人的圈套之中 大家千万别忘了 自古以来就有一句老话 色字头上一把刀